苏联武装入侵 中国的珍宝岛世界形势发生了变化 原来中美不是对立的吗 因为珍宝岛一打 美苏矛盾还是主要矛盾 但现实是中苏矛盾超过中美矛盾 此时中美两国都在调整自己的外交路线 两国接近就有了可能性 1970年尼克松总统表示愿意访华 毛利也欢迎他来 然而两个都是大国 都有个面的问题 不愿意首先主动 对此周总理说 你看周总理说的 中美两国需要往来 其实这个条件很早以前就成熟了 事事物的必然性 有时候要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 中美平方外交是必然性 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 人家这 你这样一看这几方面 他都是很清楚的 用我们话说不清楚 我觉得总理怎么说的 毛利怎么讲的 毛利吃完面后开始看内部参考 翻到78页 这无印都没有啊 这都张一份 这都没有 这张一份 刚好拿那么细啊 所以那就是78页 翻到78页 见外电报道 周总在车上和美国一年 柯恩交了朋友 庄对美说 美国政府虽然对中国人民友好 但美国不友好 但美国人民都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为了表达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的友谊 庄把杭州知己送给他 送给留作纪念吧 柯恩非常高兴 对庄说 祝你在比赛中觉得好中心 毛利看到这里突然激动的叫了一声 我的庄爷爷 这无印都没有 您这都给 当然给放了 你叫庄爷爷 那这是您怎么知道呢 张一份 我下边有 我下边有 叫庄爷爷 然后对着工作人员说 快邀请美国人民访华 工作人员不理睬 因为毛泽宜有 吃个M要说话不算数 这时毛泽宜又说 今天我吃个M要说话 也算数快去 以上是毛泽宜的机妖秘书 张一份女士2003年秋提供 工作人员高兴的立刻去办了 毛泽宜接着又说 这个庄宜不但秋大大 还会办外交 此人有点正头脑 毛泽宜护士吴玉军提供 比有些外交人员 比有些外交人员还会办外交 毛泽机妖人员谢景仪提供 嗯 嗯 感谢观看